中共喉舌新華社6日發表的一篇萬字長文 特稿 習近平帶領百年大黨 奮進新精情 目前引起了海內外觀察人士的普遍關注 不僅僅是因為這篇特稿 明顯是為即將到來的六中全會而發 而且文章裡對習近平異常誇張的吹捧 又令無數人堂目結舌 然而 細讀這篇萬字長文給人一種感覺 這不是拍馬屁 這是高級黑 因為不可能對這篇長文逐字否釋 我們試舉幾例 文章一開始就出現 在習近平2012年11月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前 中共有過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 為主要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 請注意這裡把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 稱為主要代表 而隨後對於習近平是如何稱呼的呢 文章稱 習近平無疑是介入歷史潮流的核心人物 這點被大紀元的評論人士 被客評注意到 早在10月份 他在一篇評論文章中 談到當時新華社的一篇通稿中 指有 習近平官議核心之稱 毛、鄧、江、胡 僅官議主要代表 公開資料顯示 2019年11月前後 中共官方在一系列報導中開始 更多以主要代表一詞 替代核心 並稱往屆的最高領導人 也就是新華社的迅述說法 這個叫法的改變看上去是一件小事 但在中共這個體制中 絕非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舉動 這個舉動會滿足習近平的虛榮心 但更多會讓習近平引來其他派系的仇恨 讓習近平在中共黨內進一步孤立 也就是說 有人早就開始被習近平落圈套 其實正是因為 習近平近年來的一步步左轉 不僅令無數對他寄予希望的正義人士大失所望 而且令他本人在中共黨內也被空前孤立 這裏有他本人的原因 同時身邊也有人在狂拍馬屁的同時 不斷被他挖陷阱 目前看來 習近平還繼而混然不覺 新華社這篇文章起到的第二個效果 就是令習近平在國際社會空前孤立 激起國際社會對習近平的更大反感 文章稱 2019年香港發生暴亂 習近平表示 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宜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宜 反對任何外部勢力 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宜 他在指揮捍衛一國兩制事業 粉碎了反中亂港勢力 顏色革命的頭髮 此處特別強調習近平親自指揮鎮壓港人 完全無視國際輿論 對中共鎮壓港人的疑口同聲譴責 等於向全球正義力量挑戰 讓習近平站在全球憤怒的窗口面前 文章稱 習近平形容所謂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 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 而不走改其逆次的邪路 2012年胡錦濤在18大報告上 首次說出這兩句話 令海內外對中共所謂政治體制改革 抱怨幻想的民眾十分失望 網路上對胡錦濤所說的不走改其逆次的邪路 及如一片嘲諷之聲 此前 2012年中共人大委員長吳邦國 在全國兩會上 提出決不照搬西方那一套 吳搞多黨輪流執政 三權分立兩院制 2011年全國兩會上 吳邦國再次提出 吳搞多黨輪流執政 吳搞指導思想多元化 吳搞三權頂立和兩院制 吳搞聯邦制 吳搞私有化 被稱為五個吳搞 有分析認為 胡錦濤的所謂邪路之說 對西方民主的定性 比吳幫國用語輕挑的那一套 五不搞更負面化 現在 在新華社的這篇長文中 這段話再度出現 文章的粗刀者 無疑是讓所有人對習近平徹底死了這份心 並激起人們 對習近平的更大對立 新華社這篇文章中出現了一段 詭異描述 習近平讓黑天鵝和灰犀牛進入了中共詞典 防範化解各領域重大風險 成了新時代的一個特點和亮點 這段話 一看上去似乎在吹捧習近平防範風險 然而仔細想一想 明明說的是習近平 讓黑天鵝和灰犀牛進入中共詞典 人們自然會問 前幾任黨魁有個相關描述嗎? 好像沒聽說 那麼為什麼 習近平治下出現了這麼多怪事 出現了這麼多風險 這個無論如何 不是一個對太平盛世的描述 這個無論如何 不是在誇獎一個有能力的統治者 更只是在嘲諷 一個面對各種黑天鵝和灰犀牛 窮於應付的平庸之人 換句話說 在習近平治下有一個特點 就是既出現了黑天鵝 又出現了灰犀牛 而且各大領域風險不斷 習近平日日忙的就是滅火 更所周知 習近平已經連續21個月 沒有出國訪問 這個早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 為確保連任 在中共明年20大之前 習近平很可能不會離開中國 這一點對於實時監控國際漁程的 中共宣傳部門來說 再清楚 不過 然而新華社這篇文章 突然來了 這樣一個 那湖不開提那湖 文章稱 習近平9年出國訪問41次 足跡到達69個 是空懷天下的大國領袖 這種表述只能夠是 再度提醒國際社會 習近平已經21個月 沒有出國門 引來無數嘲笑 新華社的這篇文章中 再度出現所謂權威人士 外界對此曾經有過分析 在中共喉舌宣傳歷史上出現的 權威人士中 有些可能是毛澤東本人 有些可能是一個寫作組 有些認為最近的一些所謂權威人士的觀點 有可能是劉鶴負責操作把關 歸根結底還來自於習近平本人 然而 在新華社文章中的相關表述 卻給人感覺除了習近平本人 難以想像 有誰能用這種口氣落這種結論 黨內權威人士認為 中共這樣一個大黨治理一個大國 沒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 就難以形成全黨意志統一 難以實現全國各民族團結統一 就做不成任何事情 更不可能創造人間奇跡 黨內權威人士說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是繼毛澤東提出 三個世界理論 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 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後 中國共產黨再次提出的 具有重大影響的國際主張 上面這兩段說 劉鶴敢這樣說嗎? 估計不敢 如果這些話是習近平說的 那麼想劉鶴的文章 只會令讀者對習近平更反感 看上去這六個地方 似乎都是為習近平拉仇恨的 如果這篇文章終極目的 就是為了被習近平拉仇恨 那麼這篇文章寫得很成功 這樣的地方 在這篇近一萬二千字的長文中還有 如果出現一次 那就可能是偶然 如果連續出現了這種誇張的 令人厭惡的 與事實明顯不符甚至是相反的吹捧 那麼很可能是在此猶豫高級黑 中共的宣傳系統 對於使用領導人的哪一張照片 照片上出現誰 不出現誰 版面如何安排等等 都極端重視 視為重大政治問題 在六中全會這樣的會議召開前 新華社特稿中出現這麼多有趣的現象 在中共內鬥極端激烈 在掌管宣傳系統的王滬寧 是江澤民救臣 在中共宣傳系統 有個多次高級黑習近平記錄的情況下 很可能是有人被習近平挖了一個大大的坑 在中共對於腦海裡 在附近中 還沒看到了一個大大的坑 那就是一個大小的大坑 在中共中心中 它們是用於盡管的 是一種之間 在中共中心中 一種人 在中共中心中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